這個麥麥高鐵 麥蒂娜麥家我叫麥麥 事實上一開始是西班牙得標 結果蓋到一半就蓋不下去了 因為施工真的非常困難 中國大陸是來收尾的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真的是不惜成本 就因為中國大陸在 他自己在國內蓋過沙漠的鐵路 所以就是不惜成本把它蓋起來了 事實上沙特阿拉伯後來有給他一些回饋 不然基本上是超過成本 可是那個人就建立了口碑 所以後來你就看到了 包括事實上這個小MBS最大的計劃 就是鴻海要蓋未來城 那是最大的計劃 事實上我們就看到除人系統 華為就拿到標案 那個只是一剛開始 所以我是覺得中國大陸 他知道沙特阿拉伯跟他交往是一個 長期布局的過程 事實上你後來為什麼會跟沙特阿拉伯 關係這麼好 事實上也包括武器的交易 因為美國阻止他 因為美國要考慮以色列 所以包括東風的導彈系列 包括無人機等等 那後來就是這個基建工程 那後來你還看到沙特跑去香港 跟證交所簽那個長約 然後現在沙特阿拉伯又說他要進金鑽銀行 所以我覺得是一步一步累積出來的 那這個過程我覺得美國就沒有這樣的耐性 比如說拜登你如果要重建 美國的基建的實力 那你去問自己他都回避最核心的問題 請問全球排名前20的基建的承包商 美國有沒有一家 美國是零家 中國是14家 那其他6家都是歐洲 那你美國為什麼會是零家呢 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問這個問題呢 就你美國長期來就是不管嘛 事實上以前不是只有川普執政 之前也是你的歐巴馬 歐巴馬也執政了8年 你那個時候還是人家的副總統 那請問那個時候你怎麼不去鋪橋鋪路啊 他現在講的這些問題 在歐巴馬時代就一樣嚴重 道路狀況不佳 缺少可靠網路 沒有自來水 歐巴馬時代難道沒有嗎 都一樣 我跟你講他現在幹嘛搞這個 要買票嘛 講白了嘛 這一看就是土地民主黨的買票方案 急了啦 這個叫做地方的小型工程嘛 趕快蓋一蓋啊 照顧窮人 中低收入的選民也是民主黨的票啊 所以你從這裡才可以理解拜登在想什麼啦 絕對不是佛心來著 突然對美國基建有了極大的偉大的援警 絕對不是啦 奧巴馬時代他就幹了八年的副總統啊 對不對 都是選舉考量 大家吃 這個就是選舉國家它的特點 一定是選舉考量 我們看到這個四大運在成都啊 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學生 這些優秀的啊 大學的體育運動員 都到了中國大陸啊到成都去 我覺得他們第一個他們會看到成都的現代化 嗯 看到這些場館的現代化 然後他們看到所有的設備 那麼選手村啊 他們的整個從居住到運動場的所有的交通的過程 還有他們休息的時候的逛街所看到的一切 我覺得看到一切的這些都代表什麼 中國大陸的高科技 嗯 還有他們的技術能量啊 等到他們回到他們國家的時候 他跟他們同學分享 那個就是一種傳播一種效應 所以即使你歐美的媒體輿論一直在籌劃中國大陸 但是這些學生本身就是一個青山大使 嗯 他們回到校園裡面所介紹 所講所傳達的 那我想很多他們的同學都聽了都會目瞪口呆 說啊 原來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了 那我們的國家相對來講這麼落後 然後他們就是說啊 現在大陸人幾乎不用現金了 嗯 都是這樣子支付寶 對 各種這樣刷過就過去了 便覺得到一個手機處理幾乎所有的事情 一個手機幾乎處理半個政府的事情 因為政府的絕大部分的工作 都已經在手機上直接可以完成了 所以一天一個人可以處理完幾件公事 而我們在歐美的國家 我們一天只能處理一件公事 我在法國住那麼久 我們一天只能辦一件事 兩天半一件 這個時代是很緩慢 緩慢到你會受不了 很悠哉啊 慢慢的 公務員也慢慢的 吃晚飯要吃好幾個小時 所以你剛剛講慢慢高速 一開始吃晚餐飯 對 審查法令也慢慢的 然後你一個文件不對 就給你丟在那裡 然後就不管你 也不會告訴你 哪個文件不對 那種官僚氣息之農 各位去就會知道了 在那邊讀書就會知道 好美國要基建 第一個錢是問題 還是問題 第二個 剛剛曾亮有說了 他要編預算1.2兆 那錢哪一來 再印 第一個 你還是要再印 那你公債要有人買 那第三個就是 曾亮剛有講了 公司呢 你的合格的基建公司呢 第四個你的任期就四年 兩任了不起八年 你看得到它的結果嗎 一個大型的基建廠根本沒辦法 國內的吃不下來 國外的也吃不下來 那誰做 所以嘴巴 不用看到結果 台灣前瞻也都包出去 對嘛 嘴巴講 嘴巴講完了以後 嘴巴講完了以後 什麼都不做 這美國版的前瞻預算 所以永遠 永遠 永遠就是 每一屆政府都在埋怨 從卡特就開始埋怨了 對 卡特就是說 你看看人家中國的高鐵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到今天還在講 你看看中國的高鐵 你看 都要多少年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 我解答一下好不好 我解答一下 免得在這邊坐兩板凳 我跟你講 這個 因為我對於這個斯大運 就是接觸過 就是你剛剛 大家一定有個問題 就是說是 為什麼美國就瞪著眼 往庫里拉 這我們三中話了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這個很丟臉的事情 你剛剛講到那個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裡面 他自己為什麼這樣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就是制度上的一種差距 因為 本身你看到 世大運當中說展現出來 因為我對成都 蠻有興趣的 它裡面的話呢 就是說整個世大運的話 它把它當成門面來舉辦 那美國洛杉磯辦奧運的時候 把它當成一個生意來舉辦 這個門面舉辦的話 就是會問到 剛剛我們月前講的說 那個來賓啊 那些大學生會不會滿意嗎 會不會覺得中國 是個進步的國家 那美國的話呢 就是說是 你花的錢夠不夠多啊 我們會不會賠錢啊 所以說各種事情的話呢 就是這個世大運之後的 這個管子 在成都的會留下來 對 在美國馬上就是什麼 連鋼琴都拆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產生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 美國會走到今天的話 跟美國的制度是有絕對關係 美國制度是私人心業 你現在這邊講的infrastructure 講的全國都是公家帶頭幹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公家帶頭幹的事情 在美國 我不記得美國有什麼 公家的行業 通通都是私人的 私人的效率非常非常高啊 但是公家的行業的話呢 現在基本上 大家會覺得 前一天我們看到那個火車鐵軌 那個鐵軌不翻車都奇怪 應該是百分之一百翻車 因為沒鬼的鐵軌在石頭上 怎麼能不翻車呢 對不對 感覺上速度用很慢的方式 所以說大家會慢慢了解到 就是說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用公家的力量來維持 老百姓起碼的生活 我們昨天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講說 我們好幾個家裡在家 都不敢回去 你知道 因為覺得滿地啊 越有名的地方 遊民越多 都睡在大街上 我後來看了一下照片 的確是如此 你知道好萊塢的話 整個那個 這個那個 Sunset Avenue 基本上全部都是遊民 睡在那裡 那你就基本上就是說 你整個公家的力量 都沒有恢復 你沒有社會平等 你沒有共同富裕 基本上啥都沒有這種情況下 那自然是可以理解到 大陸本身來講 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以國家的力量來動員 這個性質上完全不一樣 所以看得出優劣來的 不過這個和談也有方案 那這難度很高啦 我們講 我現在講一下那個局面 因為俄羅斯在沿著頓巴斯 就是盧漢斯克跟頓茲內克 大概一千多公里 他已經做好防禦公式 他幾個月把它蓋出來 那那個意思就是 要長期佔領嘛 所以他就做了防禦公式 不然這兩個地方的居民 生活不安寧 結果烏克蘭他能夠攻擊的點 大概就只有 扎波羅斯那個核電廠 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就聚集了幾千人 除此之外 你有沒有看到 他都在打一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說打克里米亞的彈藥褲 打克里米亞大橋 那不然就是滲透進去俄羅斯境內 然後丟幾個炸彈 或是用無人機攻擊 就大規模的作戰 頓巴斯那兩個幫他都推不動 那你如果要打札波羅斯 大家又很怕 你會不會打到電廠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卡在這裡 然後美國也清點了傳統彈藥 西方的傳統彈藥大概都用完了 就都大概都 然後俄羅斯現在在蓋 可是也坦白講 就是功不應求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的防長邵伊古 特別跑去北韓 而且這個是很罕見的舉動 而且他還去看他的 那種洲際導彈的 那個什麼 那個看起來就是 然後當場又講了說 我們還可以提供北韓新裝備 這個意思是什麼 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他存有大量的傳統彈藥 No.1叫中國大陸 No.2叫北韓 所以為什麼布林肯還要再耳提 命令中國大陸 說我們極其嚴肅的在提醒你 絕對不可以均援俄羅斯 因為現在就是傳統彈藥西方也提供不出來了 來不及嘛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跑去找北韓 那眼看著又有新的交易要出現 所以坦白講這個戰爭再拖下去 對烏克蘭是更不利 可是澤倫斯基就卡住了 因為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談 因為俄羅斯也很硬 對於頓巴斯那兩個幫 毫無退讓餘地 現在可以談的大概只有赫爾松 跟澤布羅斯大概可以談一談 另外兩個幫都很難談 所以現在有點卡住了 好 賴老師 我覺得歐洲的難民問題 搞垮了好幾屆的政府 德國的梅赫爾其實也受到難民的衝擊 不管是最後證明說 梅赫爾當時的難民政策 其實給德國的生產力帶來的一股力量 但是它事實上也給德國社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可是問題就在於這麼龐大的難民是誰造成的 其實就是美國 英國跟法國造成的 為什麼 因為來自於北非的這些 不管是敘利亞 利比亞 或者是我們看到阿富汗 阿富汗的難民是美國人造成的 敘利亞的難民基本上來講 是美國跟北約他們這些國家造成的 利比亞就是美國 英國 法國 他們造成的這些難民 現在又增加 那這些難民就有幾千萬人 現在又增加了烏克蘭的難民幾百萬人 那這個當然就是英國 美國跟東歐的這些國家 也就是慫恿北約那麼跟烏克蘭勾結 那給俄國造成的安全上的威脅 那最後爆發了這樣的一個衝突 這些難民一直困擾歐洲 而且短時間不可能解決 那我們原本就已經有預設過 有判斷說瓦格納進入白俄羅斯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看起來正在起作用 這股力量如果把白俄羅斯 跟加利寧格勒的這條軍事走廊打通 那整個戰略局勢就會轉變 所以對於波蘭來講 他越來越有壓力 越來越焦慮 因為他 我相信波蘭的情報 應該是準確的 也就是說他們發現至少有一百多人 百多人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特選隊 前鋒已經進去了 那這支特選隊有的偽裝成為難民 有的本身偽裝成為邊界的警察 然後再引導真正的難民也都進來 那引導真正的難民開始越過這個邊界 走入這條走廊的時候 他們就混雜在裡面 混雜在裡面 那就會使波蘭的警方 軍方 他們產生很大的困擾 你在阻止或是在阻燃的過程中 你又不能夠殺 因為難民不能夠殺 那可是問題就是 難民中又有一些瓦格納 那如果他們慢慢地滲透成功 然後他們開始建立一個活力網 開始進行攻擊的時候 那各位想想 你北約要不要被減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火 事實上如果這個通 因為這個通道很狹窄 對 軍事走廊這個通道 他可以通到卡里林格勒 對 卡里林格勒就整個通了 那一拉通以後 本來在白俄羅斯就有 就有俄國的軍隊 八千多人到一萬多人 這支軍隊 目前一直還停留在白俄羅斯 當初有些人認為 他會不會是進入這個基辅 如果他轉向走入加里林格勒 把這個通道佔領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局勢是越來越危險了 對 劉老師 那個這裡面最主要的問題是 這個戰士現在在擴大的跡象 這個澤林斯基的話 他講的他的目的的話 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擴大戰士 雖然他昨天的無人機攻擊了這個莫斯科 但是他不願意承認 沒有政治承認 我們只要想到說是 為什麼他會希望戰士擴大 就是要表明他的決心跟意志了 然後另外現在的話 這個戰士還有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這個俄羅斯的前總統 叫梅德維杰夫 他已經強調了就是說是 目前為止這個戰士擴大的話 就是北約提供武器 到底算不算是北約直接參戰 這種情況 那麼這個也是使得這個戰士 要擴大的跡象 大家要拭目以待 因為梅德維杰夫講過好多次 他不是光講而已 他講說要用核武直接來對付 然後他在響應普京那句話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 如果沒有俄羅斯的話 那要世界幹嘛 他們講話就是非常狠 就是大家都有一點會害怕 另外的話就是波蘭跟立陶宛 波蘭最慘了 因為他們自己大家打開地图看 就是加里林格勒的話 那個上面那個 就是俄國的那塊 俄羅斯的那塊 飛地的走廊 原來是講好 但是沒有國際上的合作條約 就是一種默契 那瓦格納的部隊的話 跟普京再次演了一場雙簧以後 跑到了這個白俄羅斯去的話 屯兵 據說原來兩萬五變成五萬 現在變成十萬人 然後擺在那邊 重兵壓迫 然後現在波蘭的這個總理 感覺到說是 看樣子波蘭會非常捲進去 而且最重要的消息是 普丁前一陣子講說 波蘭不要忘了 你西邊的領土 是蘇聯的斯達林給你的 讓你擁有的 你千萬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你實際上的話 本身就沒有辦法 擁有國家的這樣這個領土 我覺得他的講話 每一件事情都有非常強烈的暗示 整個歐洲地區是大亂 這大亂的話 因為像荷蘭的這個呂特 他本身的話 他不曉得當了多久的首相 非常久 非常久的話 就是但是因為 歐洲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殖民時期的時候 對於他被他們殖民的這個國家 態度上非常不好 連荷蘭法國在那裡 我覺得法國算是不錯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個尼日現在我不懂為什麼 尼日這麼喜歡俄羅斯 但是法國基本上 剛經歷過一場移民的大暴亂 那個大暴亂喊出一個口號 就是說巴黎是黑人的巴黎 所有的事情 你能夠想到匪夷所事情都發生 那整個歐洲地區的話 所有的國家會面對移民的問題 之所以會這麼困難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表面上談人道主義 實際上他們歧視的不得了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說就這種情況你知道嗎 所以說就是你自己表面上強調 所以那個時候的話 義大利就覺得受不了 因為從大家打開地圖一看 義大利上來那個北非來的人 偷過那個偷渡的都先到義大利 義大利受不了 義大利受不了 你再這樣的話 兩個人這個民調就是像麻花一樣 有時候誰輸誰贏這樣 那各有各有缺點 那當然最後只有這兩個人 是唯一的候選人 就是美國人的悲哀這樣 這個Dissantis共和黨只有44歲 民調竟然落後拜登高達30% 這簡直是難以想像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落後那個川普說錯了 事實上拜登在講基礎建設法 坦白說 難道你以前沒幹過副總統嗎 歐巴馬八年的時候 美國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時候你怎麼不做 怎麼現在突然之間要提出1.2兆 基建法案 這個講白了就是在買票 因為中低收入戶 大部分就是支持民主黨的 比如說美國 美國三座橋就有一座需要修 43%的道路狀況不好 然後有2400萬戶的家庭 網路不好 220萬戶的家庭沒有自來水 你假設你去克服這些問題 那這些人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這不是變相買票嗎 那我請問你 這種現象在歐巴馬時代沒有嗎 川普只當4年耶 那那個時候你不是副總統 那歐巴馬怎麼都不處理呢 我們再講白一點 請問美國有哪一家大型的基建的承包商 可以來承包這些工程 現在全世界排名前20的基建的承包商 有14家在中國 另外6家在歐洲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怎麼承包 到時候是不是這個可能又學台灣了啦 這個叫美國版的前瞻建設啊 前瞻計畫 對前瞻建設 到時候他要發包嘛 對 各州就發給 是不是又有一些 他可以主導的一些權力啦 做發包啦 這個就跟民進黨搞前瞻建設一樣嘛 事實上這個東西到 而且是選舉年 最後一年才在搞耶 民進黨至少比他高明啊 蔡英文一上來就開始搞了 對不對 選舉最後一年才在搞 這個我覺得這種政治性太明顯了啦 所以他一再吹牛啦 我們比如說美國不是要搞那個基礎建設 他叫PGII啊 他說要提供6000億 協助全世界去蓋基建 到現在沒有一個案子成案啊 這個很簡單的邏輯嘛 就是他並沒有在這個部分有領先優勢嘛 完全沒有嘛 所以那你扯到什麼亞太鐵路 印太鐵路 那就聽聽就好了啦 知道他那個PGII6000億 到現在不知道錢在哪裡啊 那也沒有一家民營公司 他就沒有這方面的優勢嘛 所以講了半天啊 所謂的美國的基建 他要來做一些亡娘補牢的工作 那這些東西都是他們早該做的事嘛 事實上比如說我們隨便舉例啊 比如說加州的高鐵請問蓋了多少年啊 到現在都沒蓋出來啊 然後預算一直追加啊 然後地方議會來阻攔啊 然後還要做環評啊 還有地方的人反對啊 搞了十幾年到現在就是沒有蓋出來啊 所以這個我坦白說是這個政治的體制出了嚴重問題了 就是說你如果是跨州的大型的基建 那可能是聯邦政府要變預算 到了地方啊 對不起啊 完全都是地方的政治勢力 或是環保啦 各式各樣的勢力 就都開始介入嘛 所以你到最後就是蓋不出來嘛 或者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難嘛 然後你就會一拖再拖嘛 這跟我們台灣的那個機場捷運不是一樣 對 你看我們機場捷運蓋了多少年啊 對不對 總共花了多少錢啊 那中國大陸那個北京的機場蓋完 人家一拉那個捷運就蓋完了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有制度的問題 那也有它的經濟體制 那長期不重視 所以承包商也都不見了 對 基本上都變成別的國家接手了嘛 這個事實上跟它的造船業都外移 然後現在軍方在那邊大叫說 我的鑽戰艦沒有造船廠可以蓋 完全是同一種邏輯啦 沒錯 不是因為日本 他要把他的國防預算 從GDP的1%要逐年增加到2%嘛 那今年大概增加了30% 那未來還要增加70%耶 所以當然要去強調 就是空前巨大的戰略威脅這樣的語言 那第一次出現嘛 那那麼事實上也是啦 事實上也是 可是日本喔 他過度介入俄烏戰爭喔 使得俄羅斯開始反手 就跟中國結謀嘛 事實上到 這個禮拜為止已經是第三次 中俄海上聯合軍演 那這一次是從日本海 往北到俄獲次科海 那上禮拜我們知道在日本海中部 那還有一次是俄羅斯的軍艦 直接從台灣東岸的海域了 然後開到光谷島再開到上海 這幾乎是日本全島都可以被包圍了 就是誰造成這種局面嘛 你日本怎麼可能自己來對付中俄聯手啊 那結果這個叫做惡性循環啊 就是你本來想說啊 我國防預算要增加啊 我很危險啊 這個就是我們國際政治學裡面講的 這叫安全的兩欄嘛 你越覺得危險要增加軍備 那結果人家就也增加軍備 那你就越來越危險啊 目前就是這樣啊 那我覺得大陸這個學者那個講的話 我實在是聽不懂啊 對啊什麼日本有台灣情結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以前我們都說台灣有日本情結 我跟你講喔 日本事實上前一陣子 防衛省的官員來台灣做兵推啊 是 他本來有四十幾項要做兵推 結果兵推到二十六項 就結束就回家了 剛好兵推到開戰前 所以他們很棘手分寸嘛 開戰後我們不介入 不插手 不過因為你只要 跟台灣做開戰後的兵推 那你就跟美國一樣了嘛 所以他非常謹慎啊 他是美國介入 他在考慮要不要介入 那第二個 朝日新聞有做民調啊 支持日本出兵到台灣 台灣的民眾只有百分之十一啊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學者在說什麼啊 哪有什麼台灣情結 對啊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啊 這個 日本人是喜歡台灣是沒有錯啦 那這個叫台灣情結啊 他可能誤以為啦 就是台灣萬一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日本會無條件幫忙 那你就去看日本的觀光客 出國的第一目標是不是台灣嘛 我們台灣第一目標就是日本 是 對不對 我們可以 我們喜歡吃日本菜 什麼什麼 一大堆啦 之類的啦 這個我實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俄乌戰爭真的很麻煩啊 因為目前看起來齁 就是 烏克蘭事實上頓巴斯那邊 俄羅斯大概拉出了一個 1000多公里的防禦陣地 所以他能夠反攻啊 你看幾乎沒有在頓巴斯做反攻嘛 他大概都是打雜破羅者啦 要嘛就是去搞破壞啦 那個克里米亞大橋啦 或者現在滲透到俄羅斯境內 用無人機去打莫斯科啦等等 所以這個戰爭 惡化 越來越處於一種難以掌握的局面 是